感谢主大家早上好 安奈德弟兄姐妹早上好 我们今天来读希伯来书第三章 在开始第三章之前 我们先来温故之心 温故之心可以让我们更加明白 整个希伯来书的脉络 希伯来书第一章 第一章讲什么呢 其实就讲耶稣比万有大 因为耶稣是那个创造万有的神 祂是神本体的真相 是神荣耀的光辉 也是用祂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所以耶稣比万有大 这是第一章的总结 第二章是讲耶稣比天使大 所以我们发现耶稣比万有更大 比天使更大 这就是第二章 然后第三章 我们要看的这一章 就是讲耶稣比摩西大 因为在当时的以色列人 其实他们受了很多希腊自由史的 这些哲学思想的影响 包括洛斯底主义 有人在追求这些神秘的知识 将这些外教的一些东西 带到教会里面 所以他们 很想就是更多的认识天使 甚至敬拜天使 追求这些神秘的 灵界的能力等等 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 就将这些真正的我们信仰 就是来理清他 所以我们为什么 用不着去追求这些 因为耶稣更大 耶稣比万有更大 耶稣比天使更大 耶稣也比摩西更大 所以我们只要跟着耶稣 他才是那位唯一 并且绝对的道路 真理和生命 我们就带着一个这样的 一个看见 今天来详细的看第三章 为什么耶稣比摩西大呢 我们先来分段 一到六节是一段 七节到最后 十九节是一段 我们来看第三章的一到六节 同蒙天造的圣洁弟兄啊 你们应当思想 我们所认为死者 为大祭司的耶稣 他为了设立他的尽忠 如同摩西的在神的家尽忠一样 他比摩西算是配得更多荣耀 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 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 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 摩西为仆人 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 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是 但基督为儿子 治理神的家 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 坚持到底 便是他的家了 第一节的时候 中文圣经就说 同蒙天造的圣洁弟兄啊 但是在原文里面 或者是在英文的翻译里面 前面还有一个字 有一个的因为 就是因为 因为什么呢 所以第三章就是接着第二章 来延伸下来的 因为第二章的一切的内容 因为耶稣比天使更大 所以同蒙天造的圣洁弟兄啊 就是我们这一般人 我们这一般所谓的教会 所以第三章等于一开始将矛头指向 整个的教会 所有这些被称为圣洁的弟兄 当然这个称呼一出来的时候 我们都要反省 我们都要问一件事情就是 那我们是不是真的是圣洁的弟兄啊 我们是不是配得上呢 其实这一个信号 这个信息 是给一个特定的群体 而这个特定的群体里面 彼此以圣洁的弟兄来相称 但问题就是 我们在这个群体里面 究竟有多投入 我们在这个群体里面 究竟有多参与 有多属于这个群体 还是我们断断续续的 我们知道在一个群体里面 总有一些人就是 走着走着就去到很边皮 就是再过多一阵 这些边皮的 可能就塞出去了 所以我们读这一章圣经的时候 我们都要问 我们究竟是不是 真的是这个群体里面的 配得上成为圣洁弟兄的 这个信息是给他们的 所以这些圣洁的弟兄 就有一件事情 怎样看出他 是不是被称为圣洁呢 当然圣洁这个字 原文的圣洁的意思 就是分别出来 所以这些弟兄 是从世界分别出来的 这些弟兄是不一样的 但问题就是 我们今天要看看 到底有多不一样呢 我们是和世界不一样呢 还是和教会本不一样呢 如果你和世界很不一样 可能是属神的 你和世界不一样 但如果今天你是回教会的 你有和教会的弟兄姐妹 很不一样 那就有点奇怪了 那到底你是世界的卧底 还是教会的卧底 因为只有两个边 你到底是属于哪一边 所以他说这个圣洁的弟兄 分别出来的弟兄 你们应当要实想 我们所认为死者 为大祭司的耶稣 意思就是你要思想 思想耶稣 其实这个思想耶稣的意思就是 带着一个很深的一个认识 探究 不是随便想想 这个的思想 就是默想式的 就是你要常常去默想耶稣 这个默想会让我们越来越认识 甚至我们可以用一个字 就是研究耶稣 就好像那些学者 做这些研发研究一样 他会很专注 所有的蛛丝马迹 所有最细微的地方 地方都会反复的思想思考 来认识更多 我们要这样来思想 思想我们所认为死者 为大祭司的耶稣 这里讲到 耶稣有双重的身份 一个是死者 一个是大祭司 死者这个字 英文的翻译 就是使徒 所以这个使者 不单只是一个信息传递的一个身份 他是神的使徒 使徒和使者的分别在哪里呢 其实使徒是带着一个蓝图和权柄 使徒是建造教会的 所以他专门将耶稣用了这个字来形容 其实就是耶稣 是那个建造教会的 握着教会蓝图的 在耶稣的手中 而他所选择的这些使徒 其实都是从他手中拿着这个蓝图 来执行的 他才是那个最终的那一个 他也是大祭司 这个位当然对以色列人是有一些冲击 因为大祭司 一定是立位之派出来的 而且一定是要亚伦的子孙 那耶稣不是立位之派 耶稣是有大子派的 所以这个位置 是需要一个很大的信心去突破 我想这个晚一点我们再处理 但是这个西伯来书的作者 来到这个位的时候 所以你看见他的 所指的这个圣洁弟兄的这个群体 这个群体一定是一个书耶稣的群体 所以这些的信息是给他们的 就是说今天是给我们 每一个已经认识耶稣的人的 我们的核心是在哪里呢 就是要相信 耶稣是那位神的使者 而且是大祭司 他是那位大祭司 而且是为那位设立他的 镜中如同摩西一样的大祭司 他是在神的家里面镜中 如同摩西一样 对于希伯来背景的信徒来讲 他们看摩西是旧约里面最伟大的先知 所以他们最看重的就是摩西五经 守律法就是守摩西五经所记载的一切 所以在他们的世界里面 摩西是最大的 甚至很多的先知 连以利亚都会将自己和摩西做一个比较 到最后以利亚讲了一句 他说算了你拿了我的性命吧 我不胜于我的列主 他所指的我不胜于我的列主 就是指摩西 我比不上摩西 你将我的性命取去了 就是发脾气的时候这样讲 所以你看见摩西的地位 是多么的崇高 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 其实耶稣和摩西一样 都是在神的家里面尽忠 但是第三节讲什么呢 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的荣耀 但是耶稣比摩西呢 应该要配得更大的荣耀 因为耶稣比摩西更高一级 而且未必是一级 因为他后面讲 好像建造房屋的 比房屋更尊荣 因为房屋必有人建造 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 我们昨天讲的 耶稣比万物都大 所以这一位的耶稣 他好像摩西一样 在神的家里面尽忠 但是他和摩西又有一些不同 他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 摩西和他一样是尽忠 但问题就是 摩西就好像房屋一样 而耶稣是建造房屋的那一个 所以你建造摩西 你尚且给他这样的荣耀 就好像你建造这个房子 你会说 哇 很惊叹 很赞美 这间房子实在太漂亮了 那如果你建造这个房子的主人 这间房子的创造者 那个建筑师 那个设计师 你是不是更加应该 要发出赞叹呢 所以那个设计师 那个建造者 比那个房子应该有更大的荣耀 比如你出了一截 你有一个新车 有一个人走出来说 这是我设计的 那你会怎么看 为什么你会想出 这么厉害的 能够设计出这么好的东西 你是赞美这个人 多过赞美那个车 所以摩西和耶稣之间的关系 也是这样 摩西就好比房屋 但是耶稣 是那个创造万物的神 所以两个是完全不同级别 如果我们摩西 我们尚且这么尊重的时候 何况是耶稣 我们应该要加倍加倍的 来尊重 这里讲到 第五节说 摩西为仆人 在神的家全然尽忠 摩西的责任 就是要证明将来 必传说的事情 其实就是说 摩西所带来的信息和教导 其实是指向将来 他所指向的将来 其实就是耶稣 而且摩西的身份 是一个仆人的身份 但是第六节说 但基督为儿子 一个是仆人 一个是儿子 两个都在神的家里面尽忠 那你说 谁是更有权柄 更有荣耀 更有能力呢 当然是儿子啊 所以这就是分别 所以这封信 这个信息 就是要给 这些圣洁的弟兄 从世界分别出来的弟兄 就是认识耶稣的弟兄 我们要持守 这个盼望 这个胆量 坚持到底 如果我们持守得住 这个信心 相信耶稣比万有大 耶稣比天使大 耶稣比摩西大 我们能够这样去持守 耶稣就是那个唯一的道路的话 我们就在神的家 这就是这一段所讲的 就是最后他说 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 坚持到底 便是他的家了 这里是讲 耶稣一直 我们跟随耶稣 一直到底的话 我们就是神的家 我们就是神的店 我们就是神所住的地方 神就在我们当中 这个确实的信心和看见 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能不能够 承托 装载神的同在 成为神的家 就看我们 怎样去相信 这一位的耶稣 是不是以他为我们的大祭司 以他为上帝的使者 以他为神 看见他是比摩西大比 天使大比万有都更大 我们再看后面这一段 其实就是在神话前面 这一个第三章前面 一到六节的内容 第七节 圣灵有话说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应着心 像在旷野惹他发露 试探他的时候 一样 在那里 你们的主 试探我 是我探我 并且观看我的周围 有40年之久 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 你们心里常常迷糊 竟不晓得我的作为 我就在路中启示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弟兄们 你们要谨慎 免得你们中间 会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 把永生神离弃了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 天天彼此相劝 免得你们中间 有人被罪迷惑 心里就刚硬了 我们若将起初 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 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经常说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映着心 像惹他发露的日子一样 那时 听见他话 惹他发露的是谁 岂不是跟着摩西 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 神40年之久 又厌烦谁 岂不是那些犯罪 失守倒在旷野的人 又向谁启示 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 岂不是 像那些不信的 不信从的人 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 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 第七节说 圣灵有话说 就是圣灵感动 希伯来书的作者 将启示给他 这个启示所指的是什么呢 启示下来就是 我们要听耶稣的话 我们要听他话 不要硬着心 惹他发露 不要试探 不要试探他 不要试探神 不要学以色列人 在旷野当中的列主 当时他们试探神 住住40年 试探到一个地步 神厌烦那个世代的人 因为他们心里迷糊 不晓得神的作为 所以神在路众启示说 他们断不可进神的安息的里面 其实这个试探是什么呢 就是埋怨神 为什么埋怨神 和试探神中间 好像在这一段的记载里面 画上了一个等号 为什么我们会埋怨呢 埋怨背后所代表的意识 是什么呢 其实当时他们这样 被神带出来的时候 应该是充满喜乐 充满盼望的 终于离开了苦工的日子 然后应许就在前面 美好的日子就在前面 拭目以待 马上就可以进入了 但是他们在中间的 这个过程的日子里面 就产生了很多的埋怨 这些的埋怨 就去到一个地步 就跟神说 神啊 我们在埃及好过现在 如果我们死在埃及的 还好过现在 现在比不上埃及 埃及吃得好 住得好 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其实 在埃及的时候 是围炉苦多得不得了 那时候 他们哭求的声音 打到天上 苦情 苦个苦情细 所以神才来救他们呢 但是现在不是 被人救出来之后就说 就比如说 如果你在监狱里面 我抱了整个监狱 将你救出来 你出来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知不知道 在监狱里面很舒服 那你说 就你的那个人 是不是很想 很想打你一巴 让你的头转三圈 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其实这个埋怨背后 所代表的是什么呢 这个埋怨背后 所代表的就是 神你不行 你做的事情不行 你都不是神 如果你是神 我们一出埃及的时候 就应该有冷气啊 还在西来山 还在煎蛋一样那样晒 如果你是神的话 一出埃及 就可以进入允许之地了 走这些中间的过程 来做什么呀 瞬间转移呀 上帝 干嘛要过红海 这么浪费时间 还要被埃及的军兵来追杀 你可以瞬间转移呀 在埃及 孙的一生不见了 然后就到了允许之地啊 那些巨人啊 那些坏人 孙了一下都不知道去哪里了 这样就搞定了 这个就是埋怨 其实埋怨和不幸是相等的 这个不幸就是对神的试探 这就是希伯来说的作者所讲的 其实这四十年 以色列人就是这样 存在这个不幸的恶心来离弃神 不听神的话 信不过神 神跟你说美好的日子就在前面 他们埋怨的原因就是 不觉得 看不见美好的日子在前面 他们只看今天 今天我很辛苦 今天太阳好晒 今天我觉得没有东西吃 今天我要走来走去的时候 我觉得很辛苦 于是 这就是埋怨 人一埋怨的时候 就是只看到现在 其实我们很容易的 我们和家里的小朋友 我们都是一样的 小朋友最有趣的就是 你叫他做功课的时候 他就埋怨 功课好多啊 这些功课很无聊啊 又没用啊 读书有什么用啊 学这些来做什么呀 等他长大了 出来工作的时候 就知道 哎呀当年为什么不好好读书啊 那些功课算什么呢 和现在相比 和工作的时候的压力 各样的事情相比 读书简直就是人间的天堂 读书的时候就是说 你知不知道我那个学校 校长是颠的 老师是傻的 整间学校都是不正常的 我都常常听到这些话 最后我都问他 那你呢 整间学校都不正常 那你真不正常啊 校长是颠的 老师是傻的 那学生呢 人就是这样 这些的埋怨 这些的抱怨 这些的东西 其实就是对神的不幸试探 还有顶撞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 不要学这些东西 不要我们听见神的话 都还不信 这样惹神发怒 他指出了一件事情 究竟当年是哪些人顶撞神 是哪一些人 让神厌烦呢 其实就是跟从摩西出来的这种人 这些跟从摩西的众人当中 原来都有不幸呢 是因为他们不幸 看不见那个允许 如果他看得见的允许 他就会忍耐到如今 为止要得着将来的美好 其实旷野中间那一段道路 是需要忍耐 但是这个忍耐 怎样可以做到呢 其实就是因为你的信心仰望的是 接下来的允许之地 你相信明天会更好 所以今天你无论如何 都可以熬过去 但是问题就是 当时的世代的人 没有这个永恒的眼光 看不见前面的允许之地 有多么美好 所以他们选择不相信 这个允许之地好得够埃及 因此他们充满抱怨 但是这个抱怨呢 就让他们没有办法 进入神的安息 所以这个道理告诉我们什么呢 如果今天我们自称为弟兄的话 我们就不要存着这个不幸的心 我们要相信神 放在我们前面的日子 是美好的 今天这个末世的日子里面 我们忍耐度过 但是将来所得着的是荣耀盼望的日子 这个的信心才能让我们度过今天 其实简单来说 我们要相信 当然世界会堕落 末世必有的事情 但是我们的人生的道路是向上的 我们不是看今天的世界向下坡 我们就以为我们都是这样 一直冲下悬崖深渊 相反世界越堕落 我们的盼望越真实 我们就知道 你看我们的荣耀 进入永恒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这就是那个信心 很不一样的层面 如果我们看现实的时候 就像以色列人这样不信 这些市场就全走出来了 没有肉吃啊 这个也没有 那个也没有 就会说在埃及好过现在 其实都不是真实的 但是如果我们看见的是将来的盼望 我们真心相信这个盼望 真心相信这个应许之地 是美好宽阔流来与密之地 我们就可以忍受 这个暂且短暂的痛苦 为要得到将来的荣耀 其实这个就是保罗的思想 也是希伯来说今天所告诉我们的 不是跟着墨西出埃及的人 都可以进入神的安息 不是这些人都可以得救 只有持守那个信心到底的 才可以进入神给他们的安息 安息所指的就是与神更深的连接 进入神的同在当中 所以我们今天周围弟兄的 我们要持守这份的信心 持守耶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 耶稣比天使大 耶稣比万有大 所以我们跟随他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所得到的是一个永恒 美好 祝福光明的一个世界 这个信心一定要持守住 否则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经过今天 在摩世当中 世界一切的冲击 和那个震动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坚持 没有这个信心的话 我们也没有办法进入 神要给我们的安息的里面 就是与神毫无阻隔的 那一种连接 同在的当中 所以今天这一章的圣经 也提醒我们 今天我们的信心在哪里 究竟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心里面 耶稣有多大 世界大还是耶稣更大 我们今天所信的耶稣 我们放在心中的耶稣 是不是我们的大祭司 我们今天所放在心中的耶稣 有没有比天使大 有没有比万有更大 比摩世更大 这才是我们今天 要抓住 要相信的 愿主帮助我们每一个 让我们真的有一个 这样到底的信心 坚定的相信 坚定的持守 耶稣的那个独特性 他才是一切万有的源头 他是我们救恩的源头 我们持守这样的信心 必定能够进入永恒的盼望当中 阿们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我们说 我们要更深的来相信你 我们要来投靠你 神啊 你就是自伟大的神 主啊你比摩世更大 主啊你比万有更大 主啊你比天使更大 主啊愿我们的心 要再一次来归向你 认定你 就是那个最伟大的神 主啊我们今天 再一次的谦卑我们自己 再一次 更深的认识你 好让我们 能够真正的 进到你的安心里面 好让我们真正的经历 神里那一份的能力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 阿们 弟兄姐妹请坐 今天希伯来书第三章 一开始就说同蒙天照的圣洁 弟兄啊 这一章 不是说和同一般没有信的人讲 这一章 更加适合我们每一个 已经相信耶稣 认识耶稣 并且是蒙天照 已经是蒙了从神而来的呼召 蒙神的拣选的弟兄来讲 今天这一章的里面 神再一次来提醒我们 但基督为儿子 自离神的家 我们可夸的盼望 和胆量 坚持到底 便是他的家了 神再一次提醒我们 虽然我们已经信了主了 我们已经进到神的家里面 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坚持到底呢 我们能不能够在神的里面 我们仍然这一份的信心 这一份的盼望 这一份的胆量 坚持到底 甚至这一份的信心 牧师和我们分享 我们这一份的信心 能够装载神的同在呢 我们这一份的信心 是不是能够装得下 神的那一份 十二节那里说 弟兄们你们要谨慎 免得你们中间 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 把永生神离弃了 十四节 我们若将起出确实的信心 坚持到底 就在基督里 有份呢 神今天再一次来提醒我们 坚持 坚持到底 两次的坚持到底 再一次要重拾起出 对神的信心 要在神里面更深 免得将不幸的恶心 让我们离弃了这一位永生神 好不好 这一刻 我们都在神的面前 有一个更深的思想 转我们信主到今天 从我们跟随神到今天 这一刻我们的信心 是慢慢的失落 慢慢慢慢的减退 还是我们 还是我们好像这一张神 神所提醒我们的一样 坚持到底 我们的信心是慢慢慢慢的 滋长 慢慢慢慢的尊大 还是 我们的信心 是慢慢 慢慢的远离神 我们这一刻的信心 是不是越来越大 能够装载神 更多的同在 我们是不是在 坚守在神的家里面 让我们都为着 我们这一份的信心 对神的信心 对神的坚持 坚守 阿爸我们都为自己来祷告 愿我们都不夸口 我们能够坚持到底 愿我们谦卑下来跟神说 是的 神我需要你 给我这一份的能力 给我这一份的恩典 不要在你的家里面 坚持到底 求神将这个属灵的看见 放在我们的里面 将一份更大的信心 放在我们的里面 真正见到 耶稣那一份的伟大 真正的相信 耶稣是比万有都大的 那一位神 为自己有这一份的信心 来祷告 在最近的生活里面 我们会不会都有一些 埋怨神的味 会不会公司一些的调动 一些的改变 我们心里面可能都有微小的声音 神啊 为什么你又要有我经历这些事情呢 有没有为着我们的遭遇 我们可能都会质疑 神啊 你真的是在掌权吗 可能为着我们的家人 患病的家人 可能我们心里面 都有很多苦结的味道 会不会我们都有一些声音 埋怨神 这些的埋怨 都出于我们的不幸 可能面对我们的孩子 这一刻 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东西 是我们控制不了的 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都有很多的温号 有很多的却步 心里面好像都被震撼 被咬动 求神将心心放在我们的里面 拉着我们里面一切的不幸 求神帮助我们 不要好像以色列人一样 求神帮助我们 拿着我们一切的迷糊 求神帮助我们 真正晓得神的作为 求神帮助我们 让一个柔软的心 求神帮助我们 能够真的听到祂的声音 顺服祂的带领 相信神 相信神的主权 相信神 已经做亡 相信神 同管万有 相信神 在我们生命里面 所有的铺牌 对我们是最好的 相信神 是那个爱我们爱到底的神 相信神 相信神 祂总为我们开出路 祂总为我们开出路 祂总为我们今天 来到祂的面前 祂总为我们 求祂再次 用祂的宝血 来洁净涂抹我们 祂总为我们 真的向祂承认 祂总为我们 是一般小性的人 祂总为我们 真的是一般小性的人 祂总为我们 每当我们面对我们自己 觉得我们已经解决不了的 难题的时候 祂总为我们 就会质疑祢 主要我们就会 忍不住要埋怨祢 神来我求祢 再一次来赦免我们的罪 主要帮助我们 主要我们承认 我们真的很狭窄 很短视 主要我们看不到 祢那一份的伟大 我们不相信 祢是那个永远都掌权的神 甚至我们可能 有些时候会觉得 神拿太多人了 你看不到我的 神拿太多人了 你可能就看露眼了 主要愿祢赦免我们 赦免我们 不认识祢 不真认识祢 是那一个爱我们 多一一切的神 主要甚至 你已经为我们牺牲盯上十架 但是主要 我们仍然质疑 你对我们的爱 我们仍然质疑很多时候 神拿你的安排不是最好 主要求祢赦免我们 主要再一次帮助我们 将一份更深 更大的信心 主要你放在我们的里面 主要你开我们 属灵的眼睛 主要好让我们 不是只见到我们 面对这一刻困难的环境 和困难 主要好让我们见到 主要你真是比天使更大 你比摩西更大 主要你比万有更大 主要将这一份的信心 放在我们的里面 主要好让我们 这一份的信心 能够承载神 你自己的同在 圣载神 你自己的神迹 承载神你自己 主要帮助我们 主要求你再一次 用你的宝血来接近 我们的口舌 主要我们的口舌 真的是出于很多的 埋怨神的话 我们的口子里面 出很多很多 试探神的话 神来求你再一次的 来接近我们 念经我们 主要你再一次 用你圣灵的火 来焚烧我们里面 主要好让一切 不属你的 一切顽梗贝利 一切里面 歪曲的 主要愿你来 完全的焚烧 念经我们 要更深进到 神的同在 神的安息的里面 主要帮助我们 好让我们 不再硬着心 好让你不厌烦我们 帮助我们 要成为你 所喜悦的子民 让我们能够 常常懂得回转 归向你 神啊 求你黏绵我们 帮助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弟兄姐妹 最后我们都为我们的 这个世代来祷告 这个世代都是一个 印着心的世代 这个世代也都是 让神厌烦的世代 很多的罪 甚至在神的家里面 很多很多的罪 很多很多的黑暗 好不好 这一刻我们就来举手 来祷告 求神你 怜悯 这一个的世代 求神你 止住你的怒气 再给多一些恩典 特别给神的家 神的百姓 神所拣选 神所去呼召的 弟兄姐妹 好吧 我们就来举手 来祷告 我们特别来为着 真的香港 宗教会 香港的弟兄姐妹 我们来祷告 求神的怜悯 求神的宽恕 临到 求神的恩典临在 求神来唤醒 所有属他的百姓 要再一次的来回转 归向他 再一次的 回转 回到神的同在的里面 再一次的 带着柔软的心 要来真正的聆听 神自己的声音 我们就来开生 来呼求我们的神 将一份更大的恩典 更大的怜悯 更大的拯救 要临在宗教会的当中 教会需要你 主要你的百姓 需要你 主要求你再一次 来唤醒你百姓的心 要再一次来归向你 主要我们是蒙蔽的 我们在弥坡里面 甚至行歪了 我们都不知道 爸爸我就求你 现在灵灭我们 主要你再一次 你来挽回 你所爱的百姓 主要愿你 止住你的怒气 再次的向我们 来施怜悯 再次来向我们 施耻拯救 主要求你 亲自来帮助我们 主要特别 香港的教会 主要在这段的时间 这几年的里面 主要我们真的知道 在一个很低沉的里面 很低估 甚至是在恐惧的里面 爸爸我们求你 再一次的 加人赐利给每一个的教会 给每一个的牧者 主要你帮助我们 再一次的对准你 再一次的将我们 已经发酸的腿 下腿的手 主要你再一次 加人赐利给我们 给我们再一次 从你而来的力量 走在神你的方向心意里面 愿神你最后最后的矛头 完成你最后最后的命定 主要愿你亲自来帮助 你来兼顾我们 也来帮助我们 主要当心锐 按照你的感动 我们来祷告的时候 主要愿你就 来带领我们的教会 活出神你给我们的那一份 站立在香港 这一个的位置 钟上皇这个位置 主要再一次 来高举神你自己 主要愿你继续来带领我们 成为大群 成为大群 成为香港有影响力的教会 帮助我们 主要愿你亲自的恩高 与我们同在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而求 阿们 来书三章 第七节 圣灵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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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 像在旷野惹他发露 试探他的时候一样 圣灵提醒我们 不要硬心 要听神的话 要尊重 要持守神的话 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一位 比摩西大 比天使大 比万有更大 世界的终结 在他的手中 所以我们要听 所以我们要听 否则我们没有办法 在这个末世当中 能够胜过 一切的震荡困惑 天 听 持守到底 这才是一切的出路 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为我们的信心 来祷告 主要是我求你帮助我们 圣灵你对我们所讲的话 主要我们愿意听 求你帮助我们 给我们有一个信心 来持守 让我们真正正正 跟随你到底 世界无论怎样风雨飘摇 主要我们不走世界的道路 世界无论怎样的震动 主要我们在当中 也不失信心 不惧怕 我们要昂然阔步 走上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 主要求你兼顾帮助我们 让我们只走到底 直到见里面的日子 主要因为你比摩西大 你比天使大 你比万有都更大 主要你让我们看见 这一个的事实 以致我们的信心不动摇 我们可以继续地往前走 直到见里面的日子 主要你帮助我们 将这一幅的图画 深刻地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放在我们的灵里面 成为我们的帮助 主我们感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 我们今天的成道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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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